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潮当中有可能你觉得它特别的有个性 那么通常它也比较活泼 再来它的尺码在都会区真的更好用吗 今天我们好来聊一聊目前有哪些好选项 甚至有一些改款上市的选项 值得大家来关注 先来问问各位朋友们 开了那么多车 其实大车完全难不倒你们 因为你们的技术都那么好 可是小车到底在你们的眼中 它有哪些优势就特别吸引人呢 其实一样小车它的好处就是它轻巧 零巧然后尺寸 在这个现在台湾尤其是我们市区 在抄架的时候 那个塞车的时候 那个有缝就可以钻的感觉 就是让你觉得说 这个车其实就是还是有操控的 这个操控就是让你很轻松的 像这个在市区里面钻来钻去 那当然我们不是说不是说真的是不断超车 而是说你觉得你在哪一条线 在适当的时机需要的时候 你换线啊什么都很轻松 你不用不是说不用注意后面 而是说你后面有什么车 其实你马上就可以开过去 那种感觉 你不会被那个钻位所困扰 对对对 或者前面有车子停左转 那你就要换线啊 这个你就觉得很轻松 那有些人会觉得因为车子太大 那你就相对之下 你就没办法去好好的 就得要慢下来 那种那个节奏就少掉 所以这个时候的驾驶乐趣 小车反而是很要烦 就凸显出来了 对对对 德哥你觉得呢 我觉得节能 你知道交通部其实有统计 我们国人啊一天的通勤 40公里以内平均值哦 但你在路上看到 不管你开性能车啊 大车什么大部分都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你如果要通勤代步 小车最适合啊 因为节能 而且你又不会占太多空间 帮地球留一点资源 OK 如果你的碳排少一点 对对对 对吧 那小岚你觉得呢 其实如果我一个人开车的话 我到现在啊 我自己开车 我都还是开家里最小台的那一台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像 我们常常要去那个领包裹啊 你要去Savon领个包裹 或者是有时候去接小孩 小孩放学啊什么 还有以前我们小孩 安亲班楼下那边 真的超级难停 你有时候要稍微暂停一下 都很困难 然后小车就是你不但很好停车 有时候那个车位 就是差那个一点点 然后再来就是你自己去 一些大卖场 或者是说去一些停车场 然后你跟旁边的车子 你下车也变得很好下 因为现在很多车都越坐越宽嘛 所以有时候你是怕别人 顶到你的车 或你顶到别人的车 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宽度啊 尺寸 其实小车对我来说 我都是觉得是最方便的 早停车位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只差那一点 你明明看到有个车位 它在两车中间 你经过它的时候你就 噓 噓 好像很紧绷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啊 在电车还没出现之前 我以前呢 我只要开小车出门 我每踩油门 我就觉得我好省钱 好省钱 我就一直觉得我该省钱 因为小车的动力都不大嘛 所以它其实 然后油耗又都做得特别好 所以就是你就是觉得 开车台车就是很没有负担 然后又很轻巧 然后又好停车 阿瑞你觉得 我觉得从省钱的角度来看的话 小车是蛮适合的 因为它的税金也蛮省的 如果是1500上下的话 一年的牌照加燃料 所以大概12000 那如果是1270以下的话 可能甚至在8000多块 就可以搞定 所以算是蛮省钱的状态 再来就是小车 通常它的结构比较简单 可能轮圈的尺寸也小一点 所以你日后维护保养的时候 成本也会稍微低一些 再来就像小岩姐姐讲 它其实很省油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对小自主蛮友善的地方 对 因为我们买一台车 你就不希望它造成你的很多负担 无论你是在真正出行的时候 或者是你每天看到它 想着我的花费 对不对 你就希望又节能 省钱等等等等 OK 那每一个品牌里面 有些品牌它就特别擅长坐小车 Suzuki就是其一 大家都说 这个品牌坐小车 那是厉害的 也确实都是他们的扛霸子 从销量来看就如此 我们以举Swift来看好了 统哥他从第一代到第三代 根据品牌方的资料说 全世界的销售量有913万辆 甚至更多 是 他其实从2004年开始 就开始在世界 以Swift的名字销售 之前他还是有Swift 那台湾那时候也有进口 跟那个国产 对对对国产 所以其实那时候的这个Swift 它从其实它是从Suzuki 有换过来 那相对之下呢 其实它就更低% 然后它的 它其实虽然很小台 但其实空间还是非常好用 我觉得那个时候在台湾就 引起一个风潮 然后其实那时候 小车在台湾非常吃香 尤其是它的碎金的部分 就是让你觉得说 我拥有一部车 它非常容易去拥有 然后又可以随便推荐 不会有错那种感觉 甚至于后来它有性能版 对对对 然后又开起来又很有意思 对它的性能版 那更不用讲了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 其实我们出国 我们在国外试车 我们最喜欢的天堂 就是我们的纽柏林 虽然它叫绿色地域 但是对车友 那是一个要朝圣的地方 对对对 但是你要去那边 你要有车 对不对 对不起 到那边租一台SWISPOR 哇 真的是非常好玩 因为它的车子 第一个没压力 因为 然后第二个呢 你是全油门 一路全油门 你知道吗 你136匹 你就是把它炸到干 对对对 然后呢 它还搭配了热龙胎 防滚龙 所以其实又很安全 然后呢 我带新手 就是从来没有 连那个PS都没有打过的 去跑 一样啊 我坐在旁边 我还可以跟他说 来注意左边 注意右边 非常轻松 非常安全 所以我们也常常在山路上 就会看到Suzuki 甚至我们看到了SWISPOR 对不对 因为你在台湾 你可能会觉得 我对它的印象很深刻 而不知不觉的 它已经来到了第四代 而且这个第四代 我们又看到 它有窄新的样貌 对对对 那这次 这次的第四代呢 它其实 是用效率 去 营造它最新的版本 就是它 首先是有油电的 油电的版本 然后呢 其实大家会觉得说 1.2升的引擎 除了税金省以外 它现在更省油 而且呢 其实我讲真的 这一代 其实我们本来都觉得说 马力好像 80几匹 因为是两位数 对对对 你就觉得说 这个就是 就是弱调了 或者说 我就不好意思推荐 你知道吗 但是后来开到一些 新车型 发觉 又不一样 又不一样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 SWISPOR很轻 对不对 1045公斤 你知道吗 这台945公斤 比SWISPOR轻100公斤 所以呢 它虽然马力降了 但是整体开起来 它没有比较差 所以我们等一下 再更多分享 好不好 关于驾驶过后 它让你很多东西 又改观了 来 今天因为撤着来了 而且又看到这个 非常抢眼的颜色 德哥 你今天的颜色 是有搭配它 是不是 对啊 就巧合啊 看起来很亮 会很有精神 这个糖果蓝 所以今天它叫糖果德哥 对 糖果德哥 Candy哦 有没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它本来就是一台 很活泼的小车 对 当然它又搭配了 这么亮眼的颜色 然后我们再来看 你不要觉得说 SWISPOR车 好像跟你印象中 长得都一样 其实它这次 很多细节不一样 对 其实我们那天试车的时候 我们在停车场 然后看到它这一次的 六个车色 然后全部排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就是好缤纷 然后你光看到车还没有开始开 你整个心情就变得很好 然后就觉得自己 整个那种年轻的感觉又回来了 你那个属于青春的部分 会被它勾引出来 我觉得SWISP的话 它就是不管是这一代来讲 它在外观啊 内装 其实外观就是保持它 经典的特色以外 再去做优化 但是它最重要就是在安全性 还有科技配备的部分 还有节能的部分 都还要比之前来得更出色 进步很多 对 那你在看车头啊 其实你看到它车头 每一代的SWIFT 大家都会觉得 有点可爱 就是为什么它男女通吃 就是男生会觉得 它看起来很有个性 但是女生又觉得 它看起来很萌很可爱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看它这种大眼头灯的设计 那这一次呢 它里面变成这种L的 L型的光棒型的这种头灯 但是呢 你看它里面 还做整个黑化的 所以就让它的头灯看起来 就是女生会觉得 哇这个看起来好亮 很漂亮这个形状看起来很都会 但是男生又觉得 我配了一个黑色的底之后 看起来很有个性 没错 对不对 然后它的这个水箱护罩 面积非常大 然后你看什么左右气霸 都不用了 我就直接给你一个 很大的黑色高光泽的水箱护罩 所以呢 基本上再加上它的这个 棒式引擎盖的设计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Logo 而且它Logo位置不一样了 对 它以前在这个位置 但是现在这边变雷达嘛 它把它放在上面更显眼 对 然后其实你这样光是车头看过来 讲真的你要认错还很难 你一看就觉得这台 一看就知道它是SWIFE 之前几代的SWIFE 如果你去观察它的头灯 它其实会有一点点那种弧线的勾勒 但是它这次我觉得 它变得比较锐利一点 更有神 是 对 然后你看它其实啊 小地方的设计还是有呼应 比如说这个都是L型 它里面这些饰条也都是L型的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在车头的部分 就是还是很符合男女都会喜欢 然后年轻人特别喜欢的这种样 而且它这次有强调 我觉得它还蛮强调它的风阻 所以你看雾灯取消了 因为欧规都是没有雾灯嘛 但是它就说 我这个其实是有助于我的风阻系数 对 像它风阻系数的部分 它整个这种空气力学 是提升了大概6.5% 因为除了这些我们看得到以外 其实它底下有像平整化的底盘 还有待会我们看到后面的扰流等等 那在轮圈的部分 它一样是就是这种很节能取向 经济型的16寸的轮圈 但是它光是这个16寸切削的这个铝圈 它说透过它的这个 它把切削的面积缩小 然后在强度跟它的空气力学之中 找到更好的平衡点 所以现在光这个轮胎 它就可以减少15%的滚动阻力 所以它的整个油耗变得很漂亮 对 一直维持很漂亮的成绩 就是因为这些细节 对 因为你看嘛 就像我们你脚上绑了两公斤的这个沙包 跟绑了500公克的沙包 跑起来是不是就不一样 所以它整个就是当然 它整个轮圈这边有个地方 小地方你看不到的 其实都是比上一代更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特别喜欢 它车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全车几乎都是同色处理 你可以看到上面这里同色 然后它的门把 然后底下的侧裙轮拱 甚至它的后视镜 所以其实车侧 尤其搭它这次这个糖果栏 你会觉得它蛮像那种豪华品牌的小车的感觉 就是它的整个高级感变得更出色 然后两个前门都有keyless的功能以外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A柱 因为A柱是做这种黑化的设计 亮黑的 所以就有悬浮车顶 对 后面这边也是亮黑的 所以虽然这个颜色 它在原厂里面算是单色的 它另外还有出双色的 就是有两种 对 另外两种双色 但其实你看再加上这个B柱 它本身就有自带悬浮式车顶 这种凸痛的视觉效果 所以为什么看起来特别的有个性 然后再来就是SWIFT 我觉得它很棒一点 其实你看它这个车身尺码 现在大家都越做越大 然后越做越重 但是它车长只比上一代 大概多了1.5公分 然后车宽一样差不多173公分左右 车高1485 基本上它还是维持在一个很小巧的车格 这个车宽 你去找停车位的时候 你真的比较没有负担 对 然后就算停车技术不好 也比较看不出来 比较容易一次进 对 然后我自己啊 有发现其实每一代SWIFT 你注意看它这边 它就是比较没有做得很 就是斜 但是它又可以 让它的头部空间又保留好一点 对 它做出一个比较方正的造型 但是它这样不但是它的特色 而且让你坐在后座 你会发现它头部空间是很好的 我现在刚刚有把前面调到 我的身高169公分 然后大概是还有两个拳头的膝部空间 然后你可以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想要做不做 对 好 我坐在车内的话 基本上因为它前面这边有垫高 所以你看我脚还可以往前伸 我可以整个进去脚往前伸 然后它的椅子坐起来很像沙发 然后头部你看 都还有一个多拳头 绝对有超过 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 虽然这个车是两个人为主 或是你后座可能是载小孩 但是如果你真的偶尔要载一下 爸爸妈妈载大人的话 他也不会觉得说 哇 怎么车子塞不下的感觉 其实它后座的空间 我觉得还是很棒的 还蛮OK的 对 头部空间 在这种小车里面算起来也蛮出色 所以真的应该很适合妈妈去载小孩 对 然后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刚刚中英杰讲到的 他把这个上面那个隐藏式把手 衣下来 这样你不会找不到把手在哪里 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上面这里有个 同色的尾衣以外 边边这个就是这一次新增的 它多了这个侧边的这个扰流 那不过它这个是做就是这种像 就是雾黑色的这个 就不是做亮黑的 然后底下的话 你看它的头尾灯 面积都很大 那其实灯巨大 当然它除了有特色以外 我发现像最近下大雨暴雨 事件很差的时候 其实你灯大一点的话 其实安全性会更好 然后它之前是做C行为的 对不对 这一次一样是做C行 只是变往外 所以它现在是外双C 对 所以我上次看到它 很像是在那个视力检查 以前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子 你整个往外卡 然后你看它整个车尾 也都是这种同色烤漆 然后上窄下宽 所以车尾看起来很有运动气势 然后我最喜欢它这一块 这一块超厚实的 因为它用红色注意 它没有那个黑色塑料 对 它没有被隔断 所以你整个看起来很饱满 就车尾这个 它整个就是 你会觉得质感提升了 就是你刚刚提到 因为它全车都同色 然后没有再加那些 黄瓜彩糙或什么等等之类的 所以你会觉得 整体看起来 那个线条 还是你熟悉的 可是你确实看到 有些细节不压 然后还是好看 而且是男女同屈 是 然后再来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的行李箱空间 那虽然说呢 坦白说你如果听到 它行李箱数字265公升 听起来的确没有很大 原厂也知道说 虽然说我可能在 有限的空间内 我没办法再更大 但是我尽量让你用起来更方便 例如说尾门高度 这一次就降低了1.1公分 那如果个子比较小的女生 其实有时候1.1公分就差了 对 因为它没有电动吻门 你需要自己手控 对 然后整个包括像是 它行李箱的这个深度啦 高度啊 都有去做了一些优化 你看像高度的部分 至少就80几公分 如果你把遮阳帘 后面的那个遮帘拿掉的话 那行李箱隔板拿掉的话呢 那其实你看 你如果真的要在一个小家店 或是两个人的行李箱 都是够放的 然后它的深度啊 整个平整性也非常好 那你如果真的把后座倒下去的话 它还可以扩充到 579公升的载货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两个人来说 基本上你真的两个人要去大卖场 或是你真的要载比较多东西的话 其实这个整个后车箱 是真的也算够用 当然因为肯定一开始的尺码 就决定了它的行李空间了啦 但我觉得至少 你还是可以搭配座椅请导等等 去符合你当下的需求 我们继续在轻车内 因为我觉得它这支 无论在那一桩的整个布局上 或者是它在功能的增强面 其实都有很大的提升 一起了解 第四代的SWIFT 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因为你这一坐进来 就很明显觉得 哦 科技化的界面 还有我有看到安全辅助等等 其实都加了蛮多东西 对 其实你如果第一次做到 全新大改款的SWIFT里面 首先你会发现 它整个前座 第一个层次变得好丰富哦 你看光是这里 一二三四五六 它就用了六种不同的材质 跟两个不同的灰白色来做点缀 然后还有呢 你如果去摸摸看 就会发现 全部的材质都有做一种磨砂处理 那这个磨砂处理有什么好处 就是它比较不会反光 而且它很好清洁 然后质感也看起来更好 就是说虽然它大部分 还有门边这边 大部分你摸起来都还是 它是塑料为主 可是它尽量我用不同的颜色跟设计感 然后不同的处理方式 让你觉得看起来很清爽 搭配这个浅色顶棚 你坐在里面 即便像我现在是坐到最低 我都觉得还是很开心 因为你善用你的设计 你设计确实就会加到分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呢 在正前方这边的这个 4.2寸的这个 中间的这个萤幕啊 其实你看它这个萤幕虽然不大 但是你知道吗 它光这个萤幕有11种资讯可以切换 然后使用的方式很简单 方向盘的左边这个info 按下去之后 你看你可以看时速啦 它就可以一直变 智慧驾驶辅助系统啦 油耗啦 然后甚至是你现在的这个居值 比较有趣的一些居值 然后你的马力扭力 瞬间输出加速减速 能源流等等 所以它的资讯其实是非常的丰富 很够啊很够用 甚至有一些车子不会出现东西 它也给你哦 然后你在这个方向盘上面 最重要的 然后就是右边的这一块 你看它这一次啊 因为它把这个毫米波雷达 还有它的前镜头都升级 所以它导入了完整的 ACC的这个全速域的自动跟车以外 然后也有全速域的车道置中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使用非常方便 你直接这边按下去之后 它是一键启动对不对 一键启动 然后一键启动跟车跟置中 然后这边做加减速 车距也比上一代多了一段 变成有四段的车距可以选择 好再来最大的重点就是中间的这个9寸的中控的中文 触控萤幕 那这个萤幕如果你之前有注意到他们家更高阶的车款 S-Cross 它也是用一样的主机 一样的这个萤幕 所以你看它虽然是入门的小车 我现在既然是改款了 我还是给你最好的配备 然后你看它这个萤幕里面也是非常的清楚 它最主要是分成三个区域 而且颜色好好看 对它这个颜色很好看 而且它这个还可以做变化 如果你不喜欢色块 你还可以选择晶体的那种 就是变成有边框的 然后你看像这个你按进去之后 它就有很多的资讯可以去做选择 你可以看现在的油耗油量加油的记录 甚至是你的胎压 胎压这个就很重要 它一样是有数字的 我们现在是因为静止 对 不然如果你真的戴行止装 它会给你数字对不对 对没错 这个真的很重要 我个人是很在意它压有没有数字 对 然后像手机的Apple CarPlay 无线的 然后Android Auto这些连结 它也都有 那如果你想要把这个资讯换过来 也很简单 这样子就换过来 这样就对掉了 对 这样就对掉了 所以基本上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喜好 去做调整 然后它停车的部分也有360环节 然后像刚刚它后车也都有停车雷达 所以即便是小车 它停车起来可以让你很安心 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这边的部分 因为它的空调 所以它这个波片做得很大 所以我完全不用去分心 我直接拨就可以去调风量 调温度 然后底下你看这边 底下这个是Type-C 那这个是USB的插座 那这两个插座 其实它的充电的效率 也比之前更好 所以你现在如果帮手机充电 会更快 那在这个空间 你虽然现在看到它是空的 它可以放手机 那其实你现在只要 就是交车挂牌的话 原厂就送你价值1万5的Qi无线充电 所以这边就会直接升级成 手机无线充电 所以现在是趁这一段时间 对不对 我可以免费升级的意思 是是是 然后你看杯架 我觉得很妙的是 它虽然车这么小 但是它全车有7个杯架 这边两个 然后左后门边后门 然后中间这里还有一个 所以它其实在实用性的部分也不错 然后它甚至连手套箱的容积都变大 都比上一代更大 忍不住 赶快打开看一下 6公升变成6.2公升 对 然后你看它这里 虽然说它还是传统的排档跟手刹车 那这个就是看你自己使用的习惯 我客人其实对这个完全没有什么挑剔的地方 对 那像有些男生更喜欢 有时候偶尔稍稍玩一下手刹车 然后说这个是少数 我OK啊 真的我自己就很OK 对 然后那这个是传统的这个手刹车以外 你看最比较重要是旁边这里有女生很喜欢的电热椅 所以你虽然说这两张座椅它是手动调整 可是你看你冬天的时候一上车 就马上你的脚就可以得到 就是有点像你做按摩椅那种有温暖的感觉 然后这一次连这个座椅 你看它座椅 它这个织布座椅全部都是几何图形以外 它的连头枕的高度 头枕的厚度都比上一代 跟之前不太一样 对 增加了一公分 然后可以让你就是你的头型啊 可以更适合各种头型 然后你在开车的时候也会更舒服 所以我觉得它这一次确实是内外都升级有感 外观上它依旧很讨喜 没错 然后我们也看到它有一些优化的元素嘛 包括了你刚刚提到 我设计想到了整个空力啊 或者是减少公主等等 然后里面我觉得那感觉差异就很大了 对吧 那等一下我们当然演讲 我们大家开起来的感觉 以及是不是真的对于它的油耗表现特别有感 因为刚刚德哥就说了 他认为小车的优势就在于应该要节能 所以现在平均油耗可以来到一公升24.5公里 那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它的排量虽然还是一样 可是它其实送四缸减为三缸 对不对德哥 有些朋友一定会觉得说 SWIFT之前不是穿梨了 现在也是穿梨了 有什么不一样 事实上它是整个引擎都不一样 因为过去的那颗引擎它的代号叫做K12D 那现在这一支叫Z12E 它这一具只要是三缸引擎 那大家可能会主观的觉得说 为什么变三缸 其实三缸没有不好 三缸现在是所有小排气量引擎的主流 好比说卖得很好的BMW 218也是三缸的嘛 1.5 那这个Toyota的GR Yaris也是三缸 为什么现在三缸反而大家可以普遍运用 而且它运转平均度变得更好 就是第一个 它可以借由反向平衡轴来让它运转更精致 那SWIFT的这一个Z的12E引擎呢 它在引擎脚的部分 它也另外重新设计了 那三缸还有什么效能呢 第一个它可以更节能更轻 因为它的引擎整体的效能呢 比过去提升了8% 然后它的CO2排放 你知道一公里只要99公克 就是如果我们以欧盟7 它现在未来要规划 一公升啊 就一公里的碳排 它只能97 所以等于它现在都已经快要可以对应 未来的欧盟7 然后再来就是它引擎的水泵浦 它是用马达的 就是它可以减少引擎的负担 然后连续可变气门机构 你不管是未来保养换机油 或者是换火星塞 都比四缸要来的更棒 而且呢 这一具引擎 因为本体比较轻 它可以连带提升 它在操控时候的转向 因为它已经减少前轴的贺重 那还有就是 它的轻油垫呢 用的是ISG 所以它整个可以再额外多 一点点的马力 大约3.6匹的这个小动力 那除了这些你知道 它在这一次在变速箱 它也有变革 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小车 你挂低档停红灯的时候 踩刹车 整台车会稍微准 那它为了要减少这样子的感觉 它怎么样处理呢 就是过去的变速箱 可能是扭力转化器 接着飞轮 它这一次是用行星齿轮 它会自己脱离 就是当你在起步的 起步的时候 它会很迅速的作动 但你停红灯 踩住刹车 挂低档的时候 它行星齿轮会自动脱离 所以你坐在车内停红灯的时候 还是能够感觉那一个精致的平顺度 那再来就是 整个会让你觉得在运转的品质 不管是在加速也好 中低速的表现也好 它的那个三缸的声浪 不会有那种吵杂的感觉 就是整台车的高级感 它是能够感觉出来 所以即使你跟前一代 你还是脚一样的睡晶 但其实引擎主体不一样了 本体不一样 它也优化了 那你可以享受更好的优化了 可是刚刚一直在提到的 关于SWIFT一直你很喜欢的 例如说那种轻盈的操价的特性 还有你刚刚提到了 引擎的那种平顺度等等 它其实都进步 好 那还有一个很新鲜 就是它的颜色 之前我们可能很有印象就是红色 黄色 都很鲜艳 但这一次其实它新车色一出来的时候 包括今天看到的糖果蓝 因为你试驾的时候就是这个颜色 我试驾就是这个颜色 那其实SUZUKI是小车专家 我觉得他们也很了解自己的优点 那尤其日本人对颜色 其实蛮有一套的 其实过去我们就发现 像SWIFT SPORT它有这个荧光黄 而且路上能见度还算蛮高的 对 再来就是Ignis它有奶茶色 那这个GIMANI它有这个荧光绿 其实一般大家买车 不敢选的颜色 在SUZUKI车上 通常都变得很合理 你看今天GIMANI这个颜色 非常的缤纷 非常缤纷 你看到就觉得说 对 我就是应该当路上 那个很亮的那一台 那在这次第四代大改款之后 它也导入了这个糖果系列配色 目前有两个选项 有糖果蓝跟糖果红 那其实这个糖果系列配色呢 是这个SUZUKI品牌 建立100周年的一个特别企划 那其实一般的漆色的调校呢 大概只需要10个月左右 但是它这个颜色 它费时7年 7年 对 原厂告诉我们 它就是很精心调校 这样的一个颜色 那其实它采用的是多道涂层 在底气上面又多了一个 有透明涂层的颜色 所以它看起来是格外透亮 特别有层次 那我试驾这台刚好就是糖果蓝 其实一开始拿到车的时候 在室内 其实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是当你把这台车 开到外面去拍照 透过一些光影的折射 像现在摄影棚有打灯的状况之下 你会觉得它的颜色会变得更加的透亮 那我觉得看起来是非常新鲜的感觉 那其实一开始摄影师也觉得说 好像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回去修照片的时候 发现说拍起来是特别透亮的一个感觉 那其实这次SWIFT带来更多新的颜色 包含还有一个全新的橘色 那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是 它有一个cool yellow 一个新的黄色 但实际看起来是 我觉得是比较偏向绿色的感觉 尤其是它也有这个双色车领 搭配一个灰色的感觉 我觉得很适合文青或是女孩子 如果我要选择SWIFT的话 我可能会选这样的颜色 就是可以展现出自己 比较骚包的另外一面 对啊 因为你竟然都有新的颜色 可以选择了 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还有几位达人朋友们 刚刚都不约而同提到了 确实如果你只去看 账面上的数据的话 你会觉得80多匹的一台小车 它能开出什么感觉呢 它真的能够跟操控感 勾上边吗 但是刚刚彤哥已经 丢了一个勾子告诉你 你是会改观的 阿远也去试驾了 我们等一下就来看试驾影片 再来试聊 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远 今天我们借到的车型是大家 众所期待全新第四代 大改款的Suzuki SWIFT 那从外形上来看 你会发现这一代的SWIFT呢 它的造型其实变得相当的多 那当然它也保有 Suzuki一贯的一些坚持在里面 我仍然觉得它是一台非常适合 在都会游走的一台小车 那我们今天所借到的车型 它很特别 它的颜色呢 是它在100周年的时候 所开创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系列 叫做糖果系列的车色 那我们今天所借到呢 是所谓的糖果蓝 它的工序呢 其实要比一般的烤漆 要来得更多一点 甚至它的研发期间呢 耗时7年才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主要是让这样的一个车子呢 看起来是有更加多元的一个层次 其实我觉得最直观的感觉呢 会是它的整个晶亮程度 要比过去的蓝色还要再更好一些 那当然大家很好奇 这台车子究竟开起来会如何 接下来我们上车替大家试驾吧 那我就直接开始啰 XX看不到路了 XX 喔喔喔 搭配一点这种起雾的感觉 很像在动漫里面 喔喔喔喔喔 好 我们现在试驾的全新大改款的SWIFT 虽然它的动力呢 一样是维持这个1.2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呢 这次的气缸素少了一颗 现在变成了三缸自然进气引擎 马力数据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一样是82P左右一个程度 主要是因为12V轻油电系统 它的ISG电动马达 从原本的Dansol的供应商 现在更换到了Mitsubishi 那所以它的整个动力 不管是闲架或是提升上来讲 都有比较显著的一个帮助喔 那当然呢这套系统最主要的目的呢 还是要带来更节能更省油的一个状态喔 那原厂表示呢提升之后 它的平均油耗来到了24.5 相较于改款之前 大概有10%的一个提升喔 所以如果你是日常通勤代步使用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大概款的SWIFT是更加省油的 那当然1.2升的一个税金呢 在台湾的税支之下 其实也占有一点优势 一年的牌照加燃料税 大概只要8000多块钱而已 其实还蛮省的喔 那动力部分呢 当然就不能够太过于苛求 80几匹的马力 但是呢我觉得它这一次的变速箱 其实供应上也有改变 变速箱的搭配的衔接上来讲 我觉得都还算是蛮OK的状态 尤其算是CVT 但是呢 进退档 当你使用换挡拨拨的时候 不管是直觉度 或者是换挡的衔接来讲 我觉得都是更加直接的喔 所以这颗CVT的变速箱 我觉得还算是蛮聪明的一个CVT 当你使用换挡拨拨的时候呢 喔 变速喔 变速喔 所以我觉得这颗CVT变速箱 还算是蛮聪明 而且反应还算是蛮直接 但唯一比较可惜的是 我觉得在使用换挡拨拨拨的时候 也就是当你在使用手动模式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可能只是要退档 超车一下 那一般的车子可能按加的符号 按住 它就会回到低档的一个模式 但是呢在SWEEPS上面 你可能要稍微等一下 等它判断说 你现在不太需要这种 比较剧烈的超车低档 它才会主动的回到低档 这是可能需要稍微适应的地方 那以这个小车来讲呢 我觉得它的精致度呢 其实可以被看到更容易凸显的 那再加上方向盘的一个操纵程度 其实是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当你在都会区的时候呢 尤其女生来开这台车子 我觉得也不会太过于费力 那也因为车身尺码比较短小 所以呢它的回转半径 控制在4.8公尺左右 这个尤其当我们在三路回转的时候 你会马上发现到说 回转的效率真的是相当的不错 比较可惜的是呢 如果车速提高的状况之下 方向盘的回馈手感 可以更加重手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这对于操控表现来讲 或是热血程度来讲 也会有正面的帮助 好 总体来说 我觉得这一次的大改款SWIFT呢 虽然车身尺码 并没有太显著的变化 但是你可以发现它的外形设计 其实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幅度的改变 那甚至包含内装的一些机能性啊 包含它的一些陈列 萤幕啊 或者是安全系统搭配 也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所以以一台市区代步的小车来讲 我觉得它仍然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还有提到就是刚刚讲到的 就是糖果系列配色 除了它有红色 有蓝色这样一个选项之外呢 这一次原厂其实它有带来一个新的 黄色的搭配 那黄色呢它会配合灰色车顶 我觉得还蛮日系 蛮文青的感觉 如果是女生的话呢 应该会蛮喜欢的 在这一次的大改款SWIFT 它其实也针对AIDA系统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强化 那尤其我们刚刚讲到它的镜头 还有雷达的一个感应装置 它的侦测范围都是更广的 那实际使用这一套AIDA系统 它是全速域的功能 那时速30公里以上的时候 可以开启 那它可以跟车到停的一个状况 我在高速公路上使用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整个加减速的过程 都还算是蛮合理 然后很像是人在操控的一个感觉 车道至终的辅助 我觉得也算是可以带给我 相当不错的一个辅助效果 那很特别的是呢 这一次呢原厂有强调说 当你在使用AIDA系统的时候呢 当你打方向灯的时候 它也可以做到帮你加速 去超车的一个动作 当你要汇入车流的时候 它也可以去帮你调整车速 所以使用的情境上来讲 其实还算是蛮多元 可以带来一个辅助的效果 但你在长途行驶的时候 我觉得会相反喜欢的 所以这一次的大概款SWIFT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喜欢哪一种颜色呢 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这次的介绍就到这边 下次再见 看到阿元的是这样 你个人喜欢什么颜色 我觉得黄色 黄色好看 你这样 董哥也是耶 董哥 你也喜欢那个黄色 然后灰色的车顶 对不对 很有很有那个质感 很有质感 时代感 对对对对 很不一样的感觉 但今天那颜色很抢眼 不过讲开起来的感觉 阿元开山路 他刚刚有描述了自己主 主观上 就是每个人体感不一样 董哥 对我刚刚看阿元 跟我一样是邱明山 但是那个 好像有减慢那个速度的感觉 必须两倍速来开 我跟你 那董哥其实有试驾这部车 那真的 一开始我们觉得说 就是一个小改 弄小改款 但其实没有 他真的差很多 差在哪里呢 首先他防情感的部分 他的那个连感有加粗 然后呢 再配上三缸的引擎 现在我过弯的时候 重量就更轻一点 所以呢发生什么事呢 就侧倾少了 就是我们 我们我讲真的 我们一想到SWIFT就是SWIFT 对不对 那你会觉得说SWIFT 很强 但是这个SWIFT 就是比较弱 轮胎比较差什么什么 没有 但他的搭配起来 其实他比SWIFT 还轻100公斤 再配上车头少了一缸的引擎 所以其实过弯 本来我们会说 这个轮胎不行啊 防情感不行 你就会撤起 就是你自己已经先入为主 对对对 以为他会怎样 但他没有发出 没有没有 他反而 开起来更灵活 就是 怎么会 明明不应该这种感觉 但是他实际上开起来 他爬坡会吃力吗 爬坡也不会吃力 而且我跟你讲 为什么 我还特别注意 我就想说 现在的油电 有时候你知道吗 真的超无感 但是呢 这一台 他现在中央萤幕 放出那个油电 电的那个 他动力流 动力的流 不好意思 什么时候有 一起步就有 一起步到3000转以前 你只要踩油门 不要重踩 但是你轻踩油门 他马上那个电 马上就提供 提供到3000转 他才放掉 所以在3000转以下 这个3匹马力 还有那个6 他就有加进来了 对 那个加进去 所以你就觉得 起步没有我想象的 譬如说 什么三缸会怎么样 会抖 或者说动力衔接不够 反而他 那就带着走 所以我觉得说 他是有一个很好的节奏 就上来了 所以他的低速起步 反而比我们 我觉得比上一代的好 对 所以真的是 蛮特别的 然后他的操控 那他的操控呢 因为我是开FIT 对不对 但是呢 他轮胎其实跟FIT 一模一样大 但是FIT比他重200公斤 所以在山路上面 FIT我们通常就讲说 很大 难怪你刚刚思想说 你觉得这是最节能 又真的很经济的一套 对对对对 就是我明明是FIT 开起来就是要节能 为了他的操控 结果没有想到他 因为他 SWIFT 对 SWIFT可以跟FIT 完全 这个 甚至有些地方赢过他 所以统哥这自己当下 也就做了两台车的 一个极贫的感觉 对对对对 德哥那你看起来的感觉 你也是不是好山路 特别有感吗 其实这台车很特别 就是其实车子的设计 是这样 就是你要沉稳 跟灵活 他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设计 那因为这种小车短轴距 他通常都具备灵活的特质 可是大家会发现 过去只要短轴距的车 他悬吊的阻尼 一定都坐得很硬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坐很软 整台车会很不稳 但是这一代呢 他的阻尼比过去上一代车型 要来的更Q韧 我指的Q韧不是软 就是上一代 你会觉得那个 遇到一点点坑洞 他那个冲击感很直接 因为他轴距短 他必须要这样维持他的稳定 但这一次就觉得 他好像有两段事 就是你遇到那种路面的斑驳 他会先吸震 然后你等到剧烈开的时候 他又能够发挥阻尼该有的 那个韧性 那再来就是 他的HTAC底盘 那个刚性 他已经提升到了1180元 所以他这个HTAC底盘的架构 是不是更可以承受激烈一点的操价 对 因为车体刚性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好像是一个传说 就是他可能大部分人开不出来 但车体刚性 其实有三个优点 第一个 你车体刚性好呢 安全性会提升 就是你撞击的时候防护率 第二个就是他的NHV 就是因为他刚性好 他可以减照 第三个呢 就是操控灵活度可以发挥 因为他车体不变形 他能够把悬吊的优势给展现出来 所以这也是这一次 我觉得进化 其实他是很大幅度 因为不只是引擎 不只是动力 他连这个底盘跟操控 你都能够感觉出 德克你觉得他这次的悬吊设定 算软硬适中吗 也就是说 如果我车档真的载人 我自己这样开的时候 他们依旧是舒服的 依旧是舒服 而且你要不要忽略了 这只是一般版 他未来还会有Sport版 如果Sport版在精心调教 以他这么好的体质 我相信那个战斗力 不容忽视 好 等一下我们也来听听 小兰怎么看 马上回来 今天我们看到大改款的SWIFT 刚刚都一直在研究说 它开起来的那种感受 小兰 因为你自己也比较注重操价 所以也来聊一聊你的感受 还有就是 肯定在试驾过程当中 会去体验 它最新加进来的 这些安全辅助系统好不好用 其实我这次开到这台车 我觉得第一个 它跟印象中那种 非常灵巧的这种特性 是一样的 因为它的回转半径 只有4.8公尺 然后我那一天 特别去走一些比较小的路 然后就发现说 哇 这个车子真的是 你在转向的时候 然后你 如果今天你真的是个新手 你真的对于自己的驾驶技术 还没有到那么 完全有把握的话 那你选择这种 就是回转 就是转起来 就是你会觉得 发现路都变得比较大 就是你会觉得 整个环境 对你好像没那么难 更友善 对对对 那种感觉 那第一个就是 它非常的灵巧 那另外就是在 它的智慧驾驶 辅助系统的部分 其实你看 像刚刚我们在车头 没有去介绍说 它的这个毫米雷达波 还有它的这个 前面的那个 单颗的那个摄影镜头 其实这一次呢 这两样东西 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讲的雷达波 就在原来敞灰的那个位置 因为它往上挪了 对不对 所以这些其实就是 加上它的整个 守护系统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对因为它光是 毫米波的雷达 它的侦测角度 是从90度到109度 然后上面的那个 单眼镜头 它也换了更新的镜头 它的这个 照射的范围 是从37度到 112度 就是基本上已经增加 三倍多的一个侦测 那你可以想象的到 就是说 当你的这个侦测范围 你的角度变得更广的时候 当然 你在使用 不管是ACC 或者是你的这个 智慧的刹车辅助系统的时候 它都可以更早去看到 可能旁边 或是前面的一些 突发的状况 所以它的反应都可以更早 而且它的反应也可以更快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除了有 这样是完整的Level 2 像全速域的这个 自动跟车以外 然后全速域的车道至中 另外就是呢 它的这个双感支器的 刹车辅助系统 就是我们常讲的 自动紧急刹车辅助系统 那基本上这个系统 它其实作动的方式是两种 一个是比如说 你现在突发状况 那驾驶人尤其女生 可能啊紧急状况 我刹车踩了 可是踩不够大力 先喊了 然后踩进到踩 然后踩的力量不够 踩不够大力的时候 那当它发现你 诶 驾驶人踩了 可是不够大力 但是可能会发生撞击的时候 它会加重你的刹车力道 那第二个是如果 突发状况发生了 那你真的吓傻了 啊 连刹车都没有踩 这时候必要的时候 到最关键的时候 它甚至可以 自动帮你踩刹车 所以就是 它是做这两种作动方式 然后它的作动的 侦测的这个范围跟对象 包含前方的车辆 机车 自行车 行人 甚至是夜间的行人 跟夜间的自行车 不过当然在夜间的部分 它会有一些条件限制 例如说可能是要 同侧的这个行人 或是穿越的行人 然后同侧的自行车等等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它包含 就像在警察车辅助系统的部分 它还连十字路口都有 像十字路口的这个左转对象 十字路口的这个侧向 它也都有 然后包含像是车后的 后方的一个车侧的警示 这一些盲点侦测 然后像基本的电子刹车 辅助系统这一些 它也都有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它这一次的整个 在Level 2的智慧驾驶 辅助系统 还有整个安全性的配备 真的算是还蛮完整的 而且又刚刚我们提到说 它的ACC不但就是一键启动很好用 它同时也是全速域嘛 对不对 所以它是可以到停 只是你要自己结合要踩刹车 对然后还有一点补充 就是它的这个ACC 它现在是甚至可以支援弯道减速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设定90 可是我要进一个大弯 那它会让你就稍微减一点速 让你不要 虽然过得去 但它会让你就是 比较不会那么的 安全一点 对更安全 然后更放心 另外一个就是当你 打方向灯切换车道 如果它侦测到后面是安全 其实这个跟BMW那个系统 自动辅助 对 自动辅道的一个减速 加减速辅助 这个它现在也都有 那感觉上是不是 比起上一代还蛮大的差异 对吧 好 那既然 以它单一车型 它的售价加入了80万以内 先备小车 现在我觉得整个战火又重新的在燃起一波 我们问问各位男人朋友们 就目前表上所看到的这些选项 大家会怎么选择呢 或是可能有朋友已经刚好买在这个集聚里面 我们来看看 看一下手把 统哥 你的 你跟德哥都是写fit 那小兰 我们是两票对两票哟 来听听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个我们当初要挑这个小车的时候呢 fit那时候电邮就真的很红 然后又 对因为它的空间使用上其实蛮棒的 然后还有它这个白内装 反正就都来挑战一下 就觉得说 好像在这个集聚里面 你还是可以买到一个蛮 蛮有质感的车子 对 但是我要抱怨就是 fit他真的没有全速域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电子手刹车啊 为什么我25公里 ACC就放掉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等小改以后他就给你 是我也知道 这一点一直在统哥心中 就形成一个遗憾 对 就觉得说 你好像什么都蛮符合我的要求 可是为什么在全速域 ACC这一点还没实现 是是是 对吧 那德哥 我要先讲 我选fit的原因 是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它的价格 它价格真的有吓到我 对啊 而且我们看一下家外表 而且我说真的 fit其实最迷人是它的电油车 它的汽油版 其实还好 你看因为 因为fit的价格是75.9到82.9 可是swift 73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回答制作单位 就是fit 你现在还改靠筋也不好 但fit我说真的 有一点啊 它空间感还是比swift好一点 尤其它第二排 就是它那个椅子 椅背 椅垫往上折 它真的可以放小折 我其实所有 我就只喜欢它这一点 那另外呢 就是未来反正它还会有 support 所以你如果说要能打的话 它有战斗版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swift应该算是一个很强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以现在的动力 swift很够用 可是如果你就是更注重操架 而且你总是以前开过swiftball 你就会期待 对 新版本 但我们有两位 就目前的规格已经先选了swift 我们等一下回来 来了解一下他们的理由 80万以内的先配小车 如果给阿源选择 他刚刚答案告诉我们说 你会选择swift 对我也是选swift 因为我觉得这个第四代 算是大破大力的状态 一二三代 其实它的外形的设计风格 其实还蛮一致 但是第四代 你会觉得会长得完全不一样的 那水象护照呢 其实现在改款车通常是越加越大 但我觉得它这次 至少维持在一个差不多的范围 甚至视觉上来讲 甚至比较小一点 那我会觉得用有特色来形容这台车子 因为它搭配两侧的LED灯组 我会觉得它有 很有这种仿生的一个造型 再加上它的ABC柱 都是用这种黑化处理 是有点这种悬浮式车顶的感觉 在外形上面来讲 我觉得是很吸引人的 那我觉得在内装部分 这次也有很大的改变 包含它加入一些灰色的元素 然后黑色的基底 然后再加一些金属色的一个饰调 所以和之前相比 我觉得是更活泼 更有个性的 还有一点就是萤幕尺寸也变大 从原本的7寸升级到9寸 而且它的位置也往上拉一点 所以你会觉得 这次的萤幕使用起来 是更有存在感的 那方方面面的这些 规格都有加强 还有Level 2 而且它这次大改款之后 才加了1万块钱 这样的一个程度 我觉得算是诚意十足 然后又有新鲜的外观色 对不对 那小莱 你选择大金 你刚刚也有讲了蛮多优点的 你会不会从女性车主的角色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里面会让你特别喜欢的 对 其实在这个表单里面 我之前是蛮犹豫 就像FIT跟SWIFE都做了挣扎 但是因为我们家以前买过FIT FIT的话就是它的空间更大 当然它就是 甚至你当小家用都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以SWIFE来讲的话 它真的是更适合女生 尤其是这一次 这次你看它安全配备 全面的提升 而且在这些车子里面 目前来讲的话 它的安全配备应该是最顶的 就是在Level 2能够支援的功能 对 的部分 地球王机械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体 这只是树立着 我们现在试驾了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我们要在这种东西要选择 你也看不到的啊 台下游门 地球王机械邀您一起上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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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